佛陀晚年有一个非常令他悲痛和伤心的事情 莫过于他的手座弟子 大家知道什么叫手座弟子 就是佛陀 过去就讲佛陀在开示的时候 佛陀坐在当中 身座 然后边上有手座 坐在他边上的 弟子叫舍利佛 穆建连 这个师父都跟你们讲过了 其实对这两位佛我们都很熟悉 穆建连 舍利佛 因为他们都相继 先佛陀而入涅槃 就是先走了 当舍利佛回到家乡 进入涅槃之后 这个佛陀其实也很难过 他的弟子叫君头沙弥 非常伤心地捧着领骨 而回来 去见佛陀 佛陀就开示君头沙弥说 君头 你的老师露灭了 他的无漏界定功德和深广的智慧 也随之消灭了吗 君头哭着回答 没有 既然一切生死的痛苦灭去了 而一切清净功德都没有失去 那你又何必哭泣呢 君头一想 是啊 老师的肉身虽然幻灭 但是老师的功德却长流人间 瓦西充满宇宙 当下领悟而止累 这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的真正的意义 应该是创造宇宙 继续的生命 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要懂得生命是短暂的 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 救度众生的这种事业和理念 那是永存的 2500年前佛陀 视线了佛光普照 到今天还照耀着我们 广大学佛的众生 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佛陀时代 有一位妇女名叫乔达弥 她有一个自爱的儿子 在出生几天之后 就离开了人世间 痛失爱子的她 十分悲伤 抱着儿子的尸体 到处去寻找 让儿子能够复活的方法 其中有人 看他很难过 就告诉乔达弥 说有一位智者 他叫佛陀 或许有治疗死亡的方法 于是这位乔达弥 来到佛陀的住处 他向佛陀 哭诉着他心中的悲痛 佛陀告诉乔达弥说 哦 只要你能用 从来没有死过人的 人家里的火 点燃 点燃 一柱香 把这柱香带来 见我 我就能帮助到 你的孩子复活 乔达弥 心想 哎呀 只是 去借个火 点个香呀 这很容易呀 非常喜出望外的 赶紧拿着香 到城中 挨家挨户地 去寻找 从来没有死过人的 人家的火 然而每一家都告诉他 啊 我很愿意帮助你 为你点燃香 但很抱歉 我家有死过人 经过了一番的寻找 乔达弥 自己开悟了 他终于了解到 死亡 那是人生必经之路 那是不可避免的 没有什么可以悲伤 因为无常 是世间的真理 乔达弥就停止了悲伤 出家修行 终而蓄入不生不灭的涅槃 也就是 很高啊 过去说 如果入涅槃的话 基本上 可以到生文道 其实我们在人间 我们不用等到死亡 无常 时时刻刻 就在我们的身边 身边的交通事故 意外是无常 生病是无常 你只要观察生命中 来来去去的人 事物 你就会发现 生活中 每一件事情 是无非无常的 都是非常 不正常的 叫非常 所以当我们执着 于某一个事物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性的 误以为这件事物是 常态 是有常的 生病时 以为病不会好 抑制消沉 实际上 它也是无常的 因为你生病了 无常 会让你病好 就是说 一段时间 你的病就好了 同样 欢乐的时候 它也是无常的 因为欢乐一段时间 接下来 就给你带来的痛苦 所以欢乐消失的时候 你会感到空虚寂寞 因为无常来了 你就会觉得这么痛苦 因为不知无常 而是我们的生命 充满着痛苦 所以师父要你们 好好懂无常 知无常 要懂得生命的真相 就是我们要 好好地救度众生 沿着佛陀的脚步 好好地往前走 我们要做好人 做好事 我们要改变自己 每一天的改变 会给你迎来新的光明 每一天的觉悟 会让你拥有 美好的明天 所以学博 不是靠师父 学博 是靠的觉悟 所以希望 每个学博的孩子 都能够觉悟 都能够理解 我们真正的 内心 要学会控制自己 理解自己 你才能去理解别人 你才会产生悟性 所以知别人痛者 你自己也会痛 所以当你理解别人了 你这个人就会有悟性 当你经常想一想 我贪嗔痴慢疑 还有没有的时候 经常去检点自己 这些毛病的时候 你的悟性随之在增加 希望大家每天观察自己 有没有贪嗔痴 有没有做错什么 每一天的检查 会让你智慧充满 会让你觉悟人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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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